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2015年的9月27号星期天农历市8月15中秋节 好 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台场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 喂 您好 师父 师父 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感恩妈祖父法 今天求的妈祖父法 师父您回来了 我今天稍等一下 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 2500年前中国悬葬法师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古丝绸之路途径 欧亚大陆取得真经 当代中国习近平主席推行一带一路政策 沿古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 占星中华习主席说过 国之交在于民乡亲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多样的民族文化 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繁荣 请问师父您这次欧洲洪法之行 在洪洋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 做了哪方面的促进和努力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我看你像记者嘛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中华文化做贡献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在海外这么多年了 有时候的确他们有些人把中华文化 不是传承的很好 有些人就学了当地的文化了 所以呢其实习主席讲的那个多元文化 其实讲的都是多元文化 实际上任何一个文化 这个交流都能促使这个人的心 心的心态和心底的平衡 还有世界和平都有贡献 因为文化它是无国界的 就像台长在那个世界那个会议上谈讲话一样 因为我在那个联合国大会上 那个看到了那个文化高峰会议啊 和平高峰会议上 看见了那个他们特那个那个那个 潘基文啊特别把那个和大会主席啊 他们特别把那个以色列的一个音乐家和巴勒斯坦的一个音乐家 两个人放在一起合奏一段音乐 然后呢大家全场鼓掌 实际上呢就是说明了音乐是无国界的 就人跟人是相通的 只不过在各种理念上的不同造成他们政治上的分歧 所以呢我觉得文化的交流啊那是很重要的 文化交流可以促使世界和平 也可以让各国的人民得到心灵的健康 因为文化它是相通的 文化这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一个底蕴呢 所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交流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推动文化 像我们主席这个习近平主义说的 推动文化发展 推动世界和平 实际上都是靠文化的底蕴 而且呢多样化的文化会促使各民族的团结 多样化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叫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呢 能够让各民族能够融洽 和居住在一个国度里面 都享受着自己不同文化的背景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澳大利亚我们能吃到全世界各国的美餐 对不对 我们能吃到新都啊 我们能吃到欧美的啊 吃到意大利啊 吃到中国传统的那个啊 它这种也是有影视文化 也是一种文化嘛 对不对 它给你不可能说你要叫某一个国家的人一定要吃 像我们住在澳大利亚你一定要叫叫叫叫人家某一个国家人吃西餐 那就不习惯嘛 对不对 人家当然传从他们自己的文化 但是这些文化同时也可以让澳大利亚人吃到我们中国的央茶啦 吃到中国的好的菜啦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嘛 就像看到中国的表演啊 孔雀啊啊 中国的唱歌啦 民歌啦 他们西方人也是很欣赏的 啊对 这次我到法国巴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西人多多的不得了 还有到西班牙也是的 他们都学中国文化 他们都学佛法 台长非常的发喜 因为我觉得文化不分国界啊 文化能够是只要能够治疗你的心病 能够让人家想通了啊就是好 这次甚至有专门从莫斯科赶过来的 我们在那个那个法国的亲戚 专门赶过来叫台长给他们做些开示 他们跟台长说 他们说我们几十年的那些心理的心病啊 被台长一讲都讲掉了 实际上这也是相通的文化是相通的 就是希望今天能够讲一点点给你听听花絮呢 让你能够能够懂得 一个华人在海外啊为了自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 也是真的是不容易啊 所以台长这是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和累的 时差都倒不过来 所以一个人呢要要多多的学学习学文化啊 学要为要为自己的这个这个拥有的这个5000年的那个历史文化 而感到骄傲啊 这个中华文化那是真的是非常古老和优秀的 谢谢你啊 哦好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今天是8月15中秋节 您开示几句吧 师父 实际上呢 中秋节呢 实际上又是我们说过去呢 啊 说主要是崇拜月亮的节日 因为月亮呢 能够让人的心啊 比较啊 能够圆 因为过去说呢 因那属月 因呢 就是说呢 心情呢 不是太好了 月亮呢 说因为总有啊 总有缺陷 啊 为什么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 他因为人是追求圆满的嘛 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 他的月亮是食物的月亮圆又圆 他是能够圆起来了 也就是说像人的心灵一样 你的心灵永远是曲解的 但是呢 等到你的心能够成为一种圆了 就是圆容了 那你也就是说能够好 那么当然在古时候 说到很多中秋节的故事了 包括嫦娥奔月了 对不对 包括像一种对美好的愿望了 在中国古时候一个故事说 某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皇帝的一个一个孩子生出来 就是比较啊 很难看啊 就是这个这个女的吧 就是一个人 现在很难看 后来呢 他呢 因为他因为一直崇拜月亮 一直拜月的 最后呢 变得特别的美丽 啊 变得特别美丽 后来他成为公主 也不知道 这故事很典故很长了 也就是说 你经常啊 拜月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因为月亮呢 属英 所以女人呢 如果不中秋十五的时候呢 会显得格外的漂亮啊 心疼啊 各方面会格外的圆满 实际上讲的就是 讲的就是人在追求美的一种啊 高姿态啊 在在在和那个天 啊 街上这个啊 气场一样 所以呢 这个包括很多美好的传说啦 啊 嫦娥啦 都是很很美丽的 所以呢 中秋十五呢 一个呢 是啊 现在呢 讲到团圆 实际上也就是说 人的一种心态的一种圆满和团圆 就是变得越来越圆满 所以中秋节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追捧呢 实际上 也就是说 大家在人间追求的一种心灵的圆满 和追求的一种啊 形态上 形式上 和形体上的一种圆满 所以他就认为 这个圆满的日子 是给人间带来一种吉祥的日子 所以这种吉祥的日子呢 就是不宜轻易度过 所以大家要利用这个吉祥日子呢 啊 来好好的啊 能够来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啦 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更美丽啦 有的人呢 人家 人家 发脾气不会在中秋十五发的嘛 如果在中秋十五讲讲话就想发脾气 那就说明这个人不圆满的心理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那师父有一句话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禅君 那师父您解 您 那您的佛法来解释一下吧 佛法呢 是菩萨的佛法 其实个人理解不同 也不是师父的佛法 主要问题呢 这个 但愿人长久 就是因为 人呢 跟人之间呢 就是没有一种信任度 而总以为呢是别人是错的 总以为呢 拿自己的观点呢 来看别人 所以呢 他就 他就没有一种 没有一种那种忍耐度 所以人不长久 那是常态 而但愿人长久 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 大家 在性格方面 在做人方面 在感情方面 在各方面都能够长久一点 实际上人缺少的就是一种永恒嘛 我们说的 永恒就是一个主题嘛 人生就是没有永恒 所以叫无常嘛 对不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诗句里面就说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眷 实际上 残眷也好 千里也好 万里也好 实际上 就是说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 相聚在一起 能够美满的相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残眷 所以要懂得 不管路太这么长 不管心灵多么遥远 不管怎么样 大家一定要心心相应 心心相通 要永恒 要理解 所以很多人实际上婚姻好 能够白头到老 那就是千里共残眷嘛 对不对啊 就是但愿人长久 你这个人心里不好 心里有缺陷 老觉得人家不好 老觉得怀疑人家 老觉得人家在搞你 那你这个心里 本身就没有一种永恒的心 所以你就 就就就就就会觉得 这个这个 但愿人不长久了 人长不了啊 现在的人 婚姻不好 就是因为人不能长久啊 所以一种美好的诗句 就是希望能够长久 啊 长久的话 才能千里共残权 对不对啊 哦 对 对 谢谢师傅 您的慈悲开示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家庭不合 父母导致 父母吵架 导致孩子受到心理创伤 请问怎样才能平复心灵 所受到的伤害呢 请师傅 慈悲开示一下 怎样才能平复心灵的伤害 很简单 首先要想开 从人间来讲 爸爸妈妈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孩子不应该受到伤害 但是孩子如果自己受到伤害 当然主要问题来自于父母亲 但是孩子本身的心理素质 也造成了对他自己的自我伤害 所以一般的讲 孩子应该理解 爸爸是爱你的 妈妈也是爱你的 只不过爸爸跟妈妈的矛盾 造成了他们两个人的隔阂 但是对孩子没有影响 所以孩子心里必须要想到 爸爸妈妈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在学校里 我也没有因为少一个父亲 少一个妈妈 我不可能说一个妈妈把我生出来 也不可能一个爸爸把我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 对不对啊 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爱我的 有这种心态 他就不会觉得低等一等 不会觉得有自闭感 不会有自尊性的缺乏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是从人间来讲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 他应该好好学佛 应该懂得 既然爸爸妈妈已经这样了 就说明爸爸妈妈的缘分不足 自己更要修补 自己爸爸妈妈缘分不足的地方 以免自己以后 自己在婚姻上也这样 因为很多父母亲的不和 造成了孩子婚姻也会不圆满的 因为这种创伤是有延续性的 就像灾难会有灾后的一些后遗症一样 所以当年那个广岛的原子弹 之后到日本现在 还有很多人生出来孩子没鼻子没眼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辐射啊 到这么多年还不一定散得掉 这个辐射合辐射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所以作为人来讲 我们就是要想通 但是作为你学佛的人来讲呢 你就念经化解这些愿解 要有自强 要有自己的永恒心 要觉得人间无常 学佛之后我们有菩萨 那是我们天上的母亲 我们有师父 那是我们的老师会指导我们的 有白化佛法 有佛经能够鼓励我们好好的在人间活着 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间所有的一切去除 烦恼 或者拥有烦恼 实际上这只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过了也就没了 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有多少烦恼 不就也就过来了吗 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 对对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啊 不是现在 不是您的法会 都知道法会的义工 功德很大 都生着抢去做义工 现在呢 他们就想问问 师父这个义工有什么要求呢 做法会的义工 其实义工呢 要求是很高的 很多人做义工呢 哎呀 穿件红衣服 其实呢 讲句心里话 你穿红衣服之后 就相当于 啊 你在护法上的保护之下 所以很多人 做义工的时候 在念经 他们的 消 就是他们消的业障特别快 因为他们身上有护法上保护 啊 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啊 那么做义工为什么好呢 实际上就是等于告诉菩萨 我在 红法 我在 啊 在积累功德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已经把你名字算上去 当然了 这个这个 记起来你的功德更快 那个呢 你参加法会的时候呢 你不是义工的话呢 可能你名 不在名单上 但是你表现特别突出 护法神也会把你记录在岸 那 说实际上 从这个道理上来讲 当然是欠缺很多了 你听得懂吗 啊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因为当你在做义工的时候 护法神会特别管道的 啊 人家不能对你怎么样 你想想看 如果当时啊 几个小时当中 护法神一直保护你和没有护法神保护你的话 你靠自己求 你说说看哪个容易啊 那当然 做义工更容易得到护法神 就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要做义工 我就这个道理 因为在开法会的时候 这个义工是属于庄严的 对不对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一个 如果一个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现在 这个 比方说这个 这个中纪委 出去 做这些巡视 你说你边上跟中纪委 一个部门一起出去的人 你说谁不尊敬他们呢 是的 谁不保护他们呢 那个档次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那你说我跟着他们后面 那就不一样了吧 我不是里边的 但是我跟着他 我也学他们很好 这个道理一讲就明白了 明白明白明白 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呢 包括在吃素啊 什么方面有什么要求呢 义工 如果做义工的话 如果做义工的人 他必须在做义工期间 全部吃素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必须嘴巴里不能骂人 必须不能 嗯 跟那个男男女女 接触的时候 不能有这种 邪念 嗯 你比方说 你做义工 你眼睛一块 看那个小女孩很漂亮 一块看那个小男孩很漂亮 你白做了 你还不如不做了 因为这个护法人会惩罚的了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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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的好的 啊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我好 比如 比如我好好的在人间弘法度重 我的母亲没有学佛 观世音菩萨会觉得 我在 他的儿子在人间弘法度重 会避佑到我的母亲吗 嗯 会不会避佑到母亲 你这问题再讲一遍 我没听清楚 嗯 比如我在人间好好的弘法度重 而我的母亲没有学佛 那菩萨会不会觉得 他的孩子在人间弘法度重 看到孩子的面子 也保佑到他的母亲 有这种情况吗 百分之一百的 当然了 哦 孩子做任何事情都避佑母亲的 很简单了 母亲做任何事情也会避佑孩子的 只不过你做的事情的功德大和小的问题啊 你就是不相信都能避佑到孩子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雷锋的母亲 雷锋的母亲虽然没有 没有做好事啊 他不像雷锋这么做 但是他是英雄的母亲 你说是不是受到大家的赞赏啊 呵呵 是是是 是的 不是 是吧 好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好 下一个问题 师父 上次不是提到过这个准提神咒 念准提神咒求事情的时候也会用到功德 但是我们在念消灾吉祥神咒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我们的功德呢 念消灾也会有功德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任何当你求的时候 如果硬的话就会用到你功德 因为你这个人如果求了之后没有硬 那就说明你没功德 所以你就不会硬 所以求的人不硬的话 这个人就是说明没有功德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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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问 就是说是我们不是平时不是一天比如念上好几张小房子 在点小房子红点的时候念什么经为好呢 点红点的时候怎么要念什么经啊 就是点红点的时候 点的时候 就是说是点的时候不知道点四五张也是有一些时间嘛 但是他点的时候念什么经为好呢 这个念大悲咒都可以 心经都可以 哦 念着大悲咒心经就可以 好 谢谢师父 此备开始 下一个问题 慈悲心和处理心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是不是一个人慈悲心越大 他的处理心就越大呢 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慈悲心越大 处理心越大 实际上这是成正比的 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处理心大 因为慈悲心呢 是感觉到呢 别人可怜 感觉到我应该帮助别人 感觉到我应该像菩萨一样活着 这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 人的一种本性传出来一种慈悲 那么并不代表处理 处理是什么 是一种境界 那慈悲心越大 处理心越大 那是成正比的 这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因为你慈悲了 你看到人间这么多痛苦 你看到这么多人要救 你当然去想想 这个人间真没意思了 对不对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在火葬上工作的人员 他今天看见年轻的年老的 个个都就死掉了 你说他会想到 哎呀没意思 人活了半天最后不是也死了吗 对不对啊 如果他今天给人家化妆 化了一个很有名的 你们都知道 最近一个沙特阿勒伯的一个王子 33岁死掉了 对不对啊 是的 这个事情震惊全世界 你想看 他是第一个能够继承王位的人 女人太多了 女人阴气太重了 你纵横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 像中国历代朝代 对不对啊 比方说十几个皇帝吧 将近二十个皇帝 把他们的平均受限 加一加再除一除 最后每个人平均受限是32.7 也就是说平均年龄 一个人只能活30多岁 那就是皇帝太精浩尽了 人家的精力浩尽啊 女人太多了 是的 所以啊 这个诱惑对人来讲 真的不是太好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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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正能量是来源于哪里呢 正能量来于哪里 正能量来于你 正性 正性是什么 就是你对某一件事情都把它看成好的 就叫正性 你把这件事情看成不好的 那就叫偏性 明白了吗 那正能量会消耗吗 消耗的话会怎样补充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正能量消耗很快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把人家看得很好了 对不对呀 你心中 哎呀 我周围怎么这么多好人帮我啊 很开心 对不对呀 对不对呀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 再过一段时间 好了 负能量出来了 怎么样 抵消你的正能量 在这个十几个好朋友当中 突然之间有个人骂你了 你是不是会觉得 你周围十几个人都不咋压了 没劲啊 这么好的朋友都会骂我 那还有十几个人 说不定哪天也会骂我的 好了 你正能量消除 负能量增加了 那么怎么样 再让自己正能量再补充呢 想一想 我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呢 对不对呀 我还有这么多人对我这么好呢 那么正能量又增加了呀 所以不断的充斥正能量 就是不断的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 不断的把人家往正的地方想 那你就拥有正能量了 对不对呀 嗯 明白 那师父 我就是我们每天念经许愿方生 看白话佛法 听台长录音 看台长视频 这就是天天的补充正能量 是吧 师父 完全正确 而且这个正能量绝对正的不得了 你看看台长的白话佛法 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你解决了你的人生麻烦烦恼 你就是拥有的正能量 如果你不停的让这些烦恼记在你的心中 让你恨 贪念 记住人家的心 那你就心中拥有的负能量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业障 所以坚决不能让自己不好的东西残留在心中 所以要懂得正能量就是说干净 要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 要让你想到这个正能量 就是说让你想到一个事情之后 对你产生鼓舞心 那就是正能量 明白了吗 台长天天想 哇 我们心里把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正的 为什么正的 因为我们爱国爱民啊 我们这个大致 就是爱国爱民啊 国家怎么会对我们不好呢 你这个正能量充实在心中了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如果负能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还有很多人 哎呀弟子啊 有恋财啊 你看这个要搞下去 不要把心里把门搞坏掉的 好了 你整天就悠足了 那就负能量来了吗 台长就这意思 还要不恰当啊 还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 您开荒的山水化 有那种保质期嘛 就是说是开荒回来之后 先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还没有挂上去 放的时间长 短都没有问题吧 你这个第一 山水化不是食品 还有保质期啊 第二 第二 我告诉你 山水化开过光之后 你不用 它就不动 明白了吗 等到你挂上去之后 把香一烧 它就灵动性来了 它就可以跟菩萨 接上气场了 是这个概念 所以它没有时间的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但是呢 有一点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个物品 在一年 开过光之后 你经常不去 就是一直包着它 那里不动的话 可能 可能你以后 再烧香的时候 效果就不灵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哦 但是你在疫情当中 你只要拿出来 作为一种 家里 只要点香的 你哪怕 把山水化 贴在门后面了 你们家里的气场 都会影响到它 它就会有灵动性 明白了吧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慈悲开示 这下明白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师傅开始 学佛要如履薄冰 所以修行过程中 要事事谨善 有时就会给人感觉 放不开 过于小心 我们怎样才能 让自己做到 恰到好处呢 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什么恰到好处啊 对不起 就是说 学佛要如履薄冰 但是呢 所以有些修行过程中 要事事谨善 有时候给人感觉 就是放不开 过于小心 我们怎样才能 这样就是给人感觉 还不是过于小心 而还做到了 就是我们佛弟子的 如履薄冰呢 啊 这么很简单 做一件事情 方向先找对 方向找对了 就好好大胆的去做 方向找错了 你才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呀 会不会错呀 那么你这个时候 就要努力薄冰了 当你没碰到过的事情 你当然要努力薄冰了 这就不叫小心了 对不对啊 如果当你碰到过的事情 大家放声 你说你会努力薄冰吗 放声是对的 今天大家来念白话薄法 你说你会 哎呦 要当心啊 哦 努力薄冰啊 今天白话薄法可以念吗 今天放声可以放吗 那不可能了吧 对不对呀 方向正片 你就好好大胆的去做 方向从来没碰到过的 你就要努力薄冰 哦 明白了 那谢谢师傅慈悲开设 下一个问题 师傅说 菩萨都是很简单的 修行修到晚年的时候 人会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老实 越来越会变得善良 这种简单是建立在 智慧的基础上 和凡人智慧 和凡人智慧不开的简单 那与凡人智慧不开的简单 这两者之间 我们如何区别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个很傻了 你想想看了 这个我问你一句话 比方说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笑呵呵的 和一个傻瓜笑呵呵的 你说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 有区别 脑子不好的傻笑傻笑 和一个什么都明白的人 笑呵呵 你说是不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一个人要明白这些道理 你大致落语者 你有你是教授 你不跟人家吵架 和一个傻傻的人 不懂得跟人家吵架 那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呢 修到最后 大致落鱼 对人家看穿看破 他根本不想在人家 再制造任何的 给自己自己心中 制造更多的烦恼 所以他根本不给人家吵架 他到最后 什么都看穿明白了 知道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呢 很多爷爷奶奶 要走的之前都会说 爷爷 你这个东西 我好喜欢啊 拿去吧 孩子 这个爷爷 这个东西 这个精子的 你用了一辈子了 你能不能给我啊 孩子拿去吧 为什么爷爷不知道 这个东西珍贵啊 这是精子做的 为什么 很简单了 因为爷爷想 都想明白了 他是大致了 他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他知道真正重要的是 人的精神和灵魂 所以人间的一切物质 对他来讲 全是空的 你想想看 他这种可爱 孩子还说 你看爷爷傻傻的 把这么好的宝贝都给我了 你说爷爷傻不傻 好了 不傻 好了 就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设 下一个问题 如果王然从天上 天上的 天上境界掉下来 我们师父 可以给王然念礼佛 念几遍为好呢 王然从天上掉下来 首先呢 一点解释的就是 这个王然基本上 自己的根基不生 对 在人间呢 做的不是太如理如法 孩子呢 应用自己的功德 把他顶上去了 讲起来 现在有 过去讲 叫包送大学一样 包送大学 这个 这种孩子 不一定读得好的 所以像这种 掉下来的话呢 第一呢 要加强 他的基本功训练 也就是说 你可以给他念一些 往生咒 或者他的过去的 打菜的孩子 没走掉了 或者他的 业障比较重了 给他多念礼佛了 是这种意思 其实这个方法是对的 但是 归根结底 他能够掉下来 说明他自己的根基 不生 好了 那师傅 我们就给他念 礼佛念几遍为好呢 一般也不要太多 一般也是五遍最多 每天五遍 因为你念了太多的话 念了太多的话 他掉了更快 因为他还是有这些更新 他掉下来就是他犯错了 明白了吗 就像现在 一查 他毛病出来了 再查 毛病更多 再继续全面检查 好了 要判刑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傅的词比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傅在白话佛法中 提到 要对观世音菩萨净性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净性呢 请师傅 词比开示一下 净性 是干净的净 还是 净全力的净 一个两点水的净 两点水的净 干净的净 净性 就是说对观世音菩萨 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要很干净 不能带有私心 很简单了 有些人相信观世音菩萨 哎呀观世音菩萨 我给你供点水果了 我给你供点什么东西了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保育我 这种就不叫净性 是的 明白了吗 净性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 我只要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照顾我 一定会帮助我的 我这么善良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这种完全相信叫净性 很干净的 比方说 哎 我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 你跟某一个领导 你去送点礼物 你就去怀疑他 他会不会嫌我这东西少了 他会不会不用心帮我了 净性是说 我不送东西 他都会帮我的 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 哇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精进力 有哪些因素构成 载药才能增加精进力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怎样增加精进力 实际上精进 那是一种 精就是说 要用精神去做这件事情 叫精 精呢 就是进步 你如果用精神 完全集中精力 你去心 然后才能进步 这叫精进 如果你任何事情 不用精神 不用心 就是用现代话讲 叫不用心 你去做 你就得不到 进步的心 得不到进步 所以呢 精进的话呢 就是要全信 相信的人 才会拥有精进力 不相信 不会有精进力的 相信自己能成功 平均的去做 像连自己都没有信心 那你怎么做的成功呢 你不可能存在 有精进心的呀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父 就是当时不是说 是我们家里 二十四小时放 那个轻轻的放 那个百人合唱大杯咒吗 那我们在 双小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要暂时 关闭这种 百人合唱大杯咒 还是不需要关闭呢 就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不需要的 大杯咒很好的 这个大杯咒 百人那个大杯咒非常好 他这里边的气场 台上是看过的 非常好 所以开的更加增加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那个过去 过去那个 那个 那个衙门里边 边上 要站两边 站两厢 那个 牙育 他们在那里 对不对 有威严 对不对 你大杯咒放着 你在 上小房子的时候 那种野鬼就不会来了 对不对 哦 明白了 但是呢 只要有名字的 他就会来拿 野鬼不会来了 哦 如果是你的药性者 他就会来 不是你的药性者 你 你 他都不敢来 因为你有 大杯咒 在那里 唱着 他就不敢过来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的人呢 店里边 放一个警察的照片 很多 很多小都看了 就不来了 哦 他还是威严的呀 嗯 好的 好的 哦 谢谢师父 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完了 师父 深深的祝愿 你中秋节快乐 感恩师父 感恩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我们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 谢谢 谢谢谢谢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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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继续回答 听众没有问题 喂 你好 啊 疼了 喂 啊 你好 啊 师父好 嗯 呃 祝师父 中秋节快乐 啊 啊 啊 师父 呃 我们有几个问题 是这样的 呃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 呃 呃 如果能够夫妻双修 可以更好 但是也 呃 也 师父也 也说过 男女同修之间 就是不能走得太近 呃 请问师父 该如何权衡 这之间的关系 如理如法一些呢 嗯 傻姑娘 你首先把两个概念搞懂 一个是夫妻双修 那是夫妻 听得懂吗 男女同修之间 不要走得太近 那是男女 她不是夫妻 听得懂了吗 傻姑娘 要搞搞清楚啊 你夫妻 那当然了 啊 是可以同修的啊 大家一起在家里修 有时候啊 夫妻 那么他们有感情 那么那么 那么他们是很正常的 那你跟同修就不行了 同修跟夫妻是两个概念啊 你很喜欢这个同修 你也不能跟他做什么事情啊 对不对啊 不能走得太近啊 你最多看到就开心就好了 那是一种法喜 你不能看到他就想坏的事情 那就已经出偏差了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师傅 啊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师傅 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结了婚之后 就不能主动提出离婚 否则会悲业 实际上 实际上是这样的 因为提出离婚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缘分断了 这个缘分断了之后呢 这是最 谁提出来的话呢 谁会悲些业 这是真的 你们吵得再厉害 你不提出来 你背的业就少 对方提出来了 那么说明他在断业 断这个业的 他会有业障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傻姑娘 你把土 全部赔得很松了 对不对啊 但是你不做这个 你把土赔得很松 如果这个土不赔松的话 它没有办法 放种子进去 那么现在呢 你把土赔得很松了 那么谁放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 你放的 是不是这个种子 这个树以后长出来 就是你的树啊 是你种的吧 对不对啊 我们两个人再怎么吵架 赔了不好的土了 但是谁提出来离婚 那个种子就是你种下去的 那么下辈子 那你可能就要还他的业 哦 是这个概念 你 你 谁先提出来 谁先倒霉 所以你去看好了 提出来离婚的人 最后总归是倒霉的 那如果 你在法庭上 你在法庭上 人家也是 法官也是同情弱者的 法官会问 你们谁提出来离婚的 那他 法官就觉得这个人 很讨厌 啊 那个就是受害者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如果有家庭暴力的这种呢 哦 那不一样 有家庭暴力 那也也得根据正常的 啊 很多人很有智慧的 啊 因为有家庭暴力 他们搞到律师那里去 那律师帮你提出来啊 呵呵 又不是你提出来 呵呵 所以律师为什么业障特别重啊 呵呵 有的律师孩子都生癌症的 呵呵 听得懂吧 呵呵 听得懂 他又要赚钱 呵呵 又要解决问题 他有时候还要帮着人家 明明没道理的 他还帮去讲 好了 动因果了 所以律师这个行业不是 不是不是太好的 我跟你讲 呵呵 嗯 是的 师傅 呃 师傅现在就是有一个同修 呃 他有个问题 就是呃 他已经订婚了 但是呢 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根本就不爱这个男的 而且很讨厌这个男的和他的家人 然后当初他以为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非但对他没有感情 并且觉得越来越讨厌他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挺纠结的 不知道怎么办 那恶元来了 我给他猜试一下 恶元来了呀 开始的善缘用完了就很短的 像这种像这种这么短的那个善缘 那那后来恶元来了 如果他们夫妻两个只要不好好修的话 那肯定这段缘分维持不下去的呀 像这种没有完全结婚的话 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些事情的呀 结了婚了台长一句话都不会讲了 因为我来讲的话我变成造业了 你听得懂吗 我动人家英国 他自己动英国那我们不管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就是有另外一个同修帮这个同修出点子 说你讨厌他 然后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那会好吗 以后对孩子也会不好 然后这样的婚姻会影响你的修行的 然后还没有结婚以前可以提出分手 那么请问师父这位同修让就是已经订婚的这位佛友主动提出离婚 那如果他们退婚 那如果对方真的分手了 那是否他也动了英国 那如果 如果这要看的 如果对方的确是听了他的话在做这个决定的 那么这个对方动英国了 如果这个人听了很多人的话 他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份 那么英国就动的比较少 如果就是完全听他的话 离婚了 那他就动大英国了 听得懂了吗 好的师父 感恩您 那下一个问题是 师父您在白话普法当中 就是说有时候您在求菩萨帮老人家延寿的时候 您是就是说 您是这样求就是说 因为这位老人家现在修心学佛年纪这么大了 然后刚刚开始开悟修心 请关心菩萨慈悲 带给老人家的本性佛性多一点时间 让他能够多活一点时间 可以让他证悟更多的事情 证悟佛法 证悟让更多的人相信观世音菩萨 如果这样求 你的本性里面真正的佛性就出来了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给家人祈求这么求菩萨 那当然了 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 因为观世音菩萨慈悲啊 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给我妈妈一点时间吧 但是这种最好不要说已经生了病生了癌症了 听得懂吗 就是没进监狱之前 你可以多求求菩萨保佑他 相当于进监狱了 那就已经判刑了 没办法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没有进去之前观世音菩萨你多给他点时间 让他多做点功德 让他这辈子能够修成吧 他不能不想再来偷人了 这样讲话 观世音菩萨很容易慈悲 你已经上了靠了 上了手靠脚料了 你说已经被鬼要拉走了 已经花疗放疗了 你再这么求啊 要多给他时间 那效果当然不如人家正常的时候好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师傅 师傅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师傅有的童修他帮助别人再放生 有的时候甚至对方经济不好 童修是直接支援帮助他放生 既出钱也出力 那帮助放生的这个童修 他会不会有功德 甚至说也有延寿的可能呢 都会 帮人家做好事的人就是好人 帮助人家做好事 做善事 做功德 这个人一定有功德 就这么简单了 我问你啊 台长帮助你们 台长有功德不 有 那好了 你帮助人家 你没功德啊 好了 好 好师傅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师傅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吃五星以后念出来的经文连百分之一都不吃呢 吃五星之后呢 如果你是常吃的 那肯定效果一塌糊涂了 如果你是偶然吃一次的刷刷牙了念念进口也增盐了 可能呢就不会这么低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如果是就是吃菜时候把那个那个就是昏就是那个五星挑出去这样算不算是吃五星之后 如果挑出去之后菜里边味道很重那你还就要吃五星 如果挑出去之后你里边的菜没有味道了 那涮一涮可以吗 嘴巴涮一涮啊 你是不是用那个水 涮一涮啊那那可以都可以的 其实你不其实你要是觉得吃不出那种大蒜味道 吃不出那种洋葱味道 吃不出那种韭菜味道 你是偶然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不当心吃了没关系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天天这么吃涮一涮也没用啊 你还不如不放进去呢 听不懂啊 可是嗯就是师傅因为嗯就是有在饭堂里面他那个菜本身就是做好然后你要拿然后就是一叠一叠的嘛 然后你要拿过来他那里面本身可能会有那这种有没有问题啊 闻到当然没问题了 你到吃吃就是这样的过来 吃的话吃的话不要味道太重呀 拿掉呀一定要拿掉的韭菜一定要剥掉的洋葱一定要剥掉 你不能说因为它没味了你就吃下去啊 他肿不好啊他太臭了你要知道臭到里面呢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过去你们不吃所以你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臭的你知道山东人吃大蒜啊对不对 生的快他快他吃了一个女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嘴巴里一讲啊三里路都闻得到臭味 他自己不知道臭了像你们现在都不吃了你们知道人家嘴巴里臭了吧 你们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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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自己吃的时候你知道这什么叫臭啊 你根本不知道了冲着人家讲话满口的臭的了哎呀 你知道台长人家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讲五分钟如果一个吃大大蒜的外面吃饭的人我整个房间都臭味我真的受不了的 明白了吗是的 嗯啊师傅就是那就是有的一些初学者和老同修他们还没有吃全素就是他们听到就是说嗯 吃了五星念经的金王就是会贬值很多那他们听了之后心里会有点接受不了甚至会有就是放弃念经那师傅能不能给他们慈悲开始一下呢 很简单放弃念经他本身就不想念经说明这种人没有根基很简单了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了如果我是告诉你一件好事情你可以去做啊对不对啊啊就像比方说啊你可以为别人做件好事吧啊对不对啊你为别人理发啊啊我说我可以帮助老人家理发对不对啊啊突然之间啊老人家讲几句话了他不开心了那我就不理了你说你你你说你这叫有心帮人家理发吗你有心帮人家做好事吗你没那个心啊啊对不对啊 好了有什么用啊我问你雷锋帮人家做好事情人家诽谤他人家说雷锋啊你公民钓鱼你是为了出名啊你是为了在以后升官啊好了你说雷锋会不做不了人家讲师傅啊你为了怎么怎么师傅会不救你们了不会好了就这么简单了 他今天说哎呀吃了这个东西哎呀哎呀哎呀效果念得不好那你为什么不能不吃了啊你想念了好一点为什么不能不吃了啊这个间接就要吃不好的东西这么又不开心那你别念了那就修不好 就叫无缘众生 佛也渡不了无缘众生 一生救不了临死病人 就这么简单了 好的 知道了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咱们心灵法门现在是有这样一批年轻人 就是他们吃全素 然后修繁星 然后他们每天都是带红法 有的是写红法文章 然后有的是做红法图片 然后微信QQ 还有各种网络平台 他们都在努力的弘扬佛法 然后他们每次只要是做错事情 然后马上会有梦提示境界的一个上下 请师傅开始一下 对于这些师兄如何继续提高境界 和保持自己的自信 一直是干净 那很简单 第一他们做的事情是功德 他们弘法度人 他们用各种平台来弘法度人 这是菩萨的行为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但是在功德无量当中 怎么样继续保持这种心 那很重要 就像一个人 我今天做好事 做一天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坚持啊 要坚持啊 坚持什么 你今天做了一点好事了 哎呀我度人了 哎呀我烦了 我累啊 啊 我觉得怎么样了 好了 那你这个倒心减退 那你慢慢慢慢的就不行了呀 嗯 就坚持做下去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再祝您中秋节快乐 师傅您辛苦了 谢谢 谢谢 都很想您的 谢谢 你们乖一点啊 谢谢 要做好孩子 你们做好孩子 脸相都会变得非常善良的 明白吗 心髓相变 啊 嗯 是的 好的 感恩师傅 问题都完了 谢谢您 再见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么多法恨 哈哈哈哈 啊 财胆 我放过当我父亲在家里 我问他在哪里 他讲在家里 他在产在地上 在下我哥哥就帮他 抓他地丢在佛女 丢在佛推女 他就跑了 是什么意思了 哎呀 说明你的父亲还在下面呢 还没有上去呀 他又下来了啊 啊 对啊 他又下来了啊 有什么办法 不要给他再下来了 啊 不让他下来了 你要多给他再念小房级啊 小房级多念一点呢 他好像在又上又下 他在又下又下啦 说明他的心不定啊 哦 可以求观世音 菩萨叫他不让下来吗 啊 就像人一样啦 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你不要做坏事吗 为什么 求了菩萨 你还是经常做坏事啊 动坏脑筋啊 哈哈哈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哈哈哈 哦 还有一段 再点一个话啊 我摸到我 我的手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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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 我 我 我 讨厌 去那个街上那边有很多算命的 我 我就问那个灵性要小房纸吗 要多少小房纸 我给他 讨厌给他上去天上 他就放多多鲁炭的那个炭熟成的鹿鱼 他讲这个是海胆是配人的 是这个意思讲我我修的不好还是有有关口呢 修的不好 很简单 修的不好 鬼啊 饿鬼啊 饿鬼啊 他不要你的经文啊 他不要你 他不相信你念的小房子啊 哦 你怎么不说多少的父母亲人家说你再给我念多少张我就能上天了 对不对啊 你就听到的 他这个鬼啊 他要盯住你啊 他不要小房级啊 你这还听不懂吗 哦 是讲哦 有关口还是过不了了还是什么 哎 你过是过得了的 你只要打得进台场电话 你就洗不了啊 你细细犯啊 所以你拼命要打电话呀 那你拿一遍电话 一直打不进来的时候 你要当心了 哈哈哈哈 气场接不到了 你呃 如果再做到这种梦啊 说不定你就要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关口啦 那还放心一点啊 还放心一点啊 洗不了的 洗不了的 哎 好像法会跟台党握下手 好像没有发疯到台党的 你说什么啊 我没有听懂啊 法会啊 台党来马来西亚 法会跟台党握下手啊 嗯 梦里好像没有看到台党的 啊 啊 你是真的看握握到台党手 还是什么啊 没有啊 啥会啊 去台 台党握下手梦里 好像台党没有来啊 啊 就是握了一下手之后台党就不来了 啊 没有啊 是没有来过啊 啊 那就是因为 你已经握过手了就好了 就不要来 哈哈哈 哎 杉短 如果 听着提升 雅之法 小房子可以认少一点 呃 什么 什么什么提升啊 进阶啊 我们的进阶 进阶 如果提升 啊 进阶提升了 啊 小房子 是否可以认 比较认少一点了 啊 当然可以了 问题你没有提升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现在有的进阶了 你到现在进阶还没提升 你小房子必须念 哈哈哈哈 哦 小房子认得太慢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快呢 啊 加快啊 加快就是说 念了熟一点啊 心中要想着菩萨啊 明白了吗 人院内都要两个小时认一张啊 啊 你两个小时认 那你就慢慢练了 不要 不要念 不要念错就好了啊 因为有时候 有的人念得很快 效果不好也没用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吧 小房子我的光有没有亮一点 你的光啊 我看看啊 你的光 你的光啊 左面亮一点 右面还是很差 这个光就分左面右面 拿上来了 这个人都分左面右面呢 心脏在左面 对不对啊 对 你说不分左面右面 你的心脏长在哪里啊 两边都有啊 你是双性啊 呵呵呵呵 好啦 如果呢 两边亮比较好还是 还是不明白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两边比较亮还是比较好啊 两边亮嘛 两边亮嘛 当然最好了啊 一边亮嘛 就是一边比较好 一边差一点啊 嗯 啊 你的身体不经常有时候 冲是一起冲的啊 当然有时候一边开始冲起来的呀 这还不懂啊 啊 啊 明白 嗯 嗯 啊 好再见了 呵呵呵呵 拜拜 好 拜拜 喂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呢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我们下半时的节目